大火從樹林裡蔓延 消防人員拿著水柱急忙滅火 但火實在燒得太旺 火焰高度甚至超過25公尺 希臘東北部的東阿提卡省 發生大規模野火 當地居民開車在火海中撞到樹 樹木房屋和汽車都陷入火海 火勢延燒已經大約1.5個 台北市大小面積 雅典近郊的馬拉松鎮 有3萬名居民被迫撤離 希臘總理提早結束假期回國 並且向歐盟尋求協助 事實上從今年5月開始 希臘已經爆發數百起椰火 氣候變遷加上極端氣候 使天氣更加乾燥炎熱 專家警告未來野火恐怕更頻繁 而整個歐洲都遭遇熱浪侵襲 英國州依測得今年最高溫 海灘上布馬密密麻麻細水遊客 剛剛辦完奧運的法國也飆上40度 西班牙更出現設施45度的驚人數字 意大利威尼斯還有遊客 幾乎快被熱昏 氣候變遷就變得有點浪費 所以我們經常到我們住宅 很累 很寂寞 包括羅馬 佛羅倫斯在內 意大利有14座城市都發布紅色警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片